他手心手背都是肉 我们怎么说他应该自己 应该心中有一些决定 没关系 你可以给他一些建议 你要让我们说 肯定让人爱把强者的把枪 刚才吧 紫涛嘛 你别闹 好阴险 你别闹 他说要我 要我我一定要把韩语 你我这个组的把枪者 求不到的 我这个组的有可能 好看 千禧哥这样 因为观众呢 你一定会觉得说 你一定会保住韩语 不如这样 我们反向思考 把韩语先淘汰掉 对 然后直接来一个反转 这节目直接 这好看啊 绝对好看 上就是街舞 对 哇 你们两个想法都很一致 这个反转 我跟你说 没有任何观众能想得到 我们不要让观众猜到 对 逆向思考 好 那咱们猜投票吧 投票 好 好 来 选韩语的 接手 咱别捣乱了 让他让他好好想 就开始戳嘴吧 哈哈哈 我之前是咬嘴唇 现在戳嘴吧 千禧队长 你的选择是 呃 我选择 我选择的是 因为观众其实不知道 这种风格对于韩语来说是 什么样的挑战 因为韩语一直是 啊 那种 pop 特别多的那种 然后所以 urban 他跳的里面也是 正感然后质感都是很好的 苏 他的风格一直是那种很内在 表达自我那种 反正跟我的风格也很小 所以我会一直很喜欢他 我会 一直挺他 我觉得会他他会很不错 在编舞方面 我选择 韩语 金姐 呃 我想说几句就是 因为走到这里特别的不容易了 整个solo 是我按自己的心意这样走的 所以是我跳起来 是特别的舒服 很爽 对 做最好的自己 记得最粗的样子 我是树 再见 谢谢树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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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哎 谢谢你 我是周星树 然后我来自北京 sdt 想做到最初的成绩 这次的比赛 然后没有进到下一轮 其实我自己已经特别满足了 因为我特别享受这个舞台 在舞台上然后能够跳 然后我想要跳的舞蹈 就很自足了 就很自足了 剩下的人一定要把这个江山给打下来 为千玺队 拿到第一 就不管怎么样 就不管怎么样 我跟仙树觉得就是我们只要把这个作品跳得舒服 是我们自己两个人当初想达成的那个共识那个点 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展现出来了 因为我不知道后面决赛 半决赛中间还有没有那种比赛之类的 我是觉得韩宇 这样更全能的舞者肯定会更有力更直强一些 我这里有个信封 这个信封里面就是刚刚观众投票得出的分数 请你把它放在十二强 上席边上的油桶里 韩宇 晋级全国十二强 接下来有请第二组 有请我的战队的王子齐和晓晓菲 希望你们能刺激到我跟所有的观众 加油 来吧 你来吧 其实本来那天我去看他们的时候 他们说要跳给我看 然后我说不用了 其实那个时候我心里的想法就是 这次我想让他们在舞台上真正的一种作品 去打动我这样的一个观众 因为我是他们的粉丝 我就是想作为一个真正粉丝的感觉 去体验一次 就是真的 我没有看过他们怎么去做完这支作品 但是最后呈现出来的这种过程 可以是一个你往那边 我往那边 都马上开始走 我们这次最重要的 就是想要去穿搭一个 我们一直想要去穿搭的东西 街舞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它最原始的那个样子 故事性几乎让你觉得很简单的那种 但是就是很纯粹嘛 就是想要告诉他们 一开始街舞是一个什么样子 Hipop 是一个什么样子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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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谈一下你们对这支作品的感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